今天经过了三轮测试 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谁的风险会稍微更高一点 请亮灯 害怕 我的最厉害吧 只有您一个人 就我中假了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亮灯 通过三项检查 曹阿姨我感觉风险最大 比如说一个是嗅觉障碍 一个是运动迟缓 再有就是平衡 当然这个平衡我觉得它应该不是 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 它刚才描述的 所以我觉得通过几轮的测试 你应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哪天您跟我约一个门诊吧 应该查什么小脑 小脑平衡吧 您都快成了医生了 您就到医生那儿听医生的 因为我就等着你说下一句 我都能猜到您那下一句就说 对 我这要不我吃点什么 这你想这个问题吗 这不是多巴胺缺乏了 咱吃点多巴胺 吃点有含多巴胺的药 是不是就好了 对 现在对于帕金层的治疗 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多巴胺 所以就有这种药 一吃就好了 对 它补充体内不足 它就能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 前面我们说得那么吓人的 不行不行了 吃药就好了 就吃完就能解决了 你早期可能吃完这个药以后 吃得很少 但维持的时间很长 而且效果很好 对 很好 但是到了中晚期以后 你即使增加药物 药量 也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 而且时间会越来越短 就刚刚平复的心情 又跌宕开始 刘先生您是吃药吗 是 刚得病初期吧 头几年吃药效果还可以 它能很好的控制和改善 但随着病程的发展呢 就是药量越来越大 次数越来越多 比原来的就初期的时候 打三四倍的药量 三四倍的量 对 一天要吃十二次药 但是效果还不如当初 效果好 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一次 对 差不多 一个小时一次 而且出现很大的副作用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一动 就是不自主地动 就是浑身的这样的 就是强行的那个 就这样动 那多吓人啊 你这儿跟人正说说 哇 突然 持续地就不自主地动 这太吓人了 刺得到一样 刘先生说这个情况呢 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最早吃这个 多巴这种药物 然后呢 它释放 就是是缓慢释放 然后呢 它这个保持的症状改善 比较平衡 比较稳定 比较均匀 但是呢 到了中晚期呢 你这个药吃完以后 它马上就全释放 发挥作用 那么帕金森病 实际上本身是一种 运动减少疾病 就是说 你看僵质也好 运动缓慢 是运动减少 对 而这种物质是使 让它运动增加 那么它当这个过量以后 就是它马上释放了 它这动作也会增加 就所谓的药物的副作用 叫易动症 这个太可怕了 我们刚刚说有特效药 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觉得好像 已经攻克这个难题了 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够帮助它们 所以就在早期呢 我们把这个药物 效果很好的时期 我们称之为蜜月期 蜜月就甜蜜嘛 病人感觉很舒服 很好 但是这个阶段呢 大约是在五年左右 过了这个阶段 就可能会出现 药物的副作用 刚才讲到了 实际上还不止这个 就像你刚才说 像坐过山车一样 实际上它吃药 好的时候 感觉状态改善了 但是你不好的时候 它马上动不了 那么每天就出于这种 好和坏 不停地波动 更痛苦 对 另外呢 当药物快消好的 没有的时候 它浑身特别难受 就这种叫寂寞现象 就是这个剂量 到了末期 叫寂寞现象 反而更痛苦 对 也痛苦 像易动 开关现象 寂寞现象 那么这个 过了这个蜜月期 大约五年左右 那么 再想要治疗 调药可能效果就不理想了 那怎么办 那么就可以通过 外壳的方法进行治疗 手术 对 手术 手术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呢 最先进的手术 也是 目前是外壳首选的方法 就是 叫脑深部电刺激 也叫脑起波器手术 这个手术呢 是一个微创手术 就是在头部呢 钻两个小孔 然后把两根特别细的电极 植入到我们要找的脑区 我们称之为靶点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电极很细 直径只有1.2毫米 然后植入以后呢 在颈部这个位置呢 我们有一个导线 在胸部埋一个刺激器 通过这个刺激器的脉从放电 然后呢 刺激大脑相应的部位 然后来去改善 病人的帕金森的症状 这个需要换电池吗 现在的技术非常先进 可以电池用可充电的 可以在充电状态下 应用将近20年左右 所以刘先生 您现在是正在药物治疗 还是手术的 我已经做过手术了 做过手术了 对 2017年7月份做的 由张主任给做的 到现在有两年了 您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那药呢 现在也减结了 减少了三分之二吧 有这么好的效果 所有的运动症状 和飞动运动都改善了很多 那现在您自己的生活呢 自己生活没问题 能自理了 对 给人家做饭干什么呢 也可以 你看看 刘先生这个病例 最能体现出 这个脑起搏器的 治疗的一个效果 手术后 对主要这些运动症状 有个明显的改善 然后这种开关现象 也不明显 就是相对比较平稳 波动很小 然后对飞运动症状 也有改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